中華民國臺灣,就是中國臺灣嗎? 到底要修憲,還制憲? 才可以不用再當中國人? 你知道蔡英文總統常說的中華民國臺灣 和大家聽到都會立刻跳腳的中國臺灣 其實是同一件事嗎? 你只要打開中華民國憲法和增修條文 就可以發現這個事實 現在規範臺灣政府運作 與人民權利義務的中華民國憲法 是1936年為了統治中國設計的 當時是日本殖民地的臺灣 根本不在設計者的眼中 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說 中華民國領土 以其固有之疆域 1936年的五五縣草 其實有名列出固有之疆域是哪些省份 當時是日本殖民地的臺灣 不在裡面 除了領土範圍與制度設計 不是為了臺灣 中華民國憲法 至少14年制定的過程中 臺灣都沒有參與 只有最後17名代表 去參加一共有2050個代表的制憲國民大會 佔不到一趴 中華民國憲法 也缺乏在這片土地實施的民意正當性 面對這套中國憲法和臺灣現實的衝突 從李登輝推出憲法增修條文 陳水扁也接力一共進行了七次修憲 但也只是讓臺灣的政府有基本的民意正當性 卻沒有改變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中國憲法的本質 中華民國憲法 這就像是一件不適合我們的衣服 這件衣服上甚至還寫著我是中國人 我們過去卻一直邊穿邊改 臺灣已經民主化25年 我們要繼續穿這件衣服嗎 重新買一件寫著我是臺灣人的衣服 會不會比較快 立法院在5月18日 修憲委員會將進行第一次會議 修憲是困難的工程 需要四分之三席的立委支持 也就是85席 換句話說 只要有四分之一席 29席立委反對 修憲就難以完成 明確反對修憲 連修憲委員會約開會 都揹個了中國國民黨立委 有38席 修憲可以說連立法院這關都難過 且送出立院後 還要得到二分之一有投票權的國民同意 大概要966萬票 比蔡英文2020年大選 拿到的817萬票 還要多出150萬票 幾乎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任務 因此 重新制定一套符合臺灣的新憲法 其實變成一個更容易達成的選項 以國外的例子來說 政府可以直接提出新憲法 交付公民投票 制憲其實遠比修憲 它要容易達成 實施新憲法 將是我們向國際社會 宣誓我們不是中國人最有效的方式 也能擺脫中華民國憲法 帶來的種種問題 強大的民意 對國家重大改革有關鍵的作用 如果不想總是被當中國人 我們不但要關注這次的修憲 更要大聲表達我們的心聲